加拿大的領袖杜魯道 就顯示出是一個 很不成熟的一個政治人物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看他這個 加拿大跟中國大陸 沒有什麼厲害關係 不大嘛 商務的項目很小 他只是當美國的一個 富用國家的這個 替美國講話 因為美國在這個 白人世界的機器裡面 最切金的就是英國 你看俄乌戰爭裡面 天天罵 這個俄羅斯 又給烏克蘭好的武器 那加拿大 也作為美國所謂堅定的盟友 至少要表示一下吧 所以這個事情呢 就弄一個很沒有理由的理由 說中國去干預他的內政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干預法 萬里之遙